大家好 歡迎來到天神國 我是天神 今集想和大家介紹一下Captain Marvel的技能組 我自己玩過一陣子的Captain Marvel 我覺得他的技能是頗好看 頗爽的 也參考了一些上網玩Captain Marvel的人 這隻打PVP和PVE都有一定程度的水平 所以如果你升副角 考慮一下他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相比起黑寡庫和美國隊長 會容易很多 會介紹兩組 一組PVP 一組PVE 一定要跟隨我 就可以改一點 也會是主流Captain Marvel的人 開始之前 記得按LIKE 支持我繼續玩MARVEL系列 Captain Marvel出奇地 還蠻漂亮的 其他人都不敢恭維 但我覺得這個兇者不錯 直接去看看技能組 有些技能我未學到 但我會告訴你是第幾招 讓你可以快點見到 首先第一套是用來PVP 如果問我PVP 我覺得他比較爆炸型 如果他爆不死對手 他就直接輸 因為他的CD真的很差 這個弱點是CD很久 你出完一套技能 你飛來飛去回CD 不然就被人打死 因為你殺手的兩招都回幾十秒 我們逐招看 1 2 3 4 5 大家可以用這招 超人力量 470%傷害 可以直接賣身 你飛起來的時候 人家打你不到 所以這招挺好用的 也有少許無敵時間 飛起來了 一下子打下去 470%其他幾動 而且方便賣身 這是一個比較強勢的賣身 對比其他技能 慢慢走過去 這東西閃下去 可以騙到人家迴避 就算打不中也不要緊 因為你有之後的技能去補傷 但第一招我們先用來賣身 你也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順序可以出光 第二招技能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招 叫做光子飛行英雄登場 大家看到嗎 是否齒塵雙色 沒錯 他就是黑寡褲的一招 閃來閃去的技能 期間你也無法描述 他 也有少許無敵狀態 很厲害 連續兩招 一招賣身 這一招 可以不讓人打 同時做到一個500%的輸出 當然 當你的技能升上去 你就會更加不同 但這招一定要有 像黑寡褲一樣 這些有無敵狀態 人家無法描述你 你閃來閃去 再加一個單體輸出 一定是最屈肌的 這兩招 我不覺得你一定要順著用 你看看對手的反應 如果他用了閃的 或者他在打你 你就用這招打他 開始就是輸出技 第三招 我推薦大家可以用這招 光子釋放 能量集速炮 單一敵人火力發射 502%傷害 這招懂得追著人來射 所以挺好用 而且真的挺痛 如果他沒有迴避 硬吃你這招 基本上都可以三分一血以上 再加上這招 大家注意 這招不可以錯 一錯就輸 這招是哪招 第三招 光子爆破 光子集中 大家看到嗎 1544% 刺塵雙石 這招就是他用來打Vanus 那一下 超級折糖 1544% 我還未升過 但大家留意 CD時間是32.2秒 代表你只能用一次 你要生存到第二次 是有點難度 有一次要搞定他 所以這招是你的殺手 我覺得留在最後用 除非你想一開波妙人 但別人會避 你不可能打中他 所以這裡有1 第一招衝過去 魚毛以後 應該騙到他 嚇到他 拿閃 然後再用這一招 應該 即這招 可以再騙多個閃 迴避 或者他不會避 硬吃你一招 你就打中他 順便破防 因為這個破防 是最高的 第三招 可以追擊 打他 如果他有避開的話 他應該沒有回避症 你用這招打他 即第三招 光子集中 他就超級痛 最好這招 大家記住一定要命中 如果不命中 就輸 PVP多數 但如果命中 秒殺 還有一招 可以用來補充 這招能量釋放 如果一隻 只有一隻 打一隻 又會痛一點 288%傷害 可以令自己恢復體力 因為他用的體力 都幾高消耗 你看他26 剛剛那些 如果你說最後那招 第三招 你見到是消耗52 所以都要回一回體力 所以這一招 能量釋放 就變相 我覺得是幾重要 所以一定要用一下這一招 以上這幾個 就是我建議給大家的PVP 大家可以試試用 主要是等對方回避 一次過 就用這招 光子集中 但如果對面沒有閃 你就用其他技 去騙一下他們的閃 他怎麼都會閃一閃 我猜你出光 而且還有一些 英雄登場 他不可能不閃 因為他硬吃力 都幾痛 這招 還有這些 追擊炮 PVP其實 他也是幾好用 之後 我想介紹一下 PVE的技 PVE 比較範圍傷害為主 如果你要打BOSS 你可以加一招 就夠了 加哪招 大家知道 加一招光子集中 如果你想打BOSS 第一招技 可以增加自己的防禦力 還有一個範圍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去到後面 你知道 沙卡爾的地帶 有很多怪 你要加防 再加一個範圍輸出 那就最完美 第二招 可以試一下這個 220%傷害 可以回復自己的自身終極技能 這個回10% 所以不要提升 23秒的CD都算快 回10%傷害技能 又可以出更多大技 他也算快 CAPTER MARVEL 之後 第三招 可以試一下 這一招 我想到 你一樣要打範圍 第二 要CD快 這個12.5秒 再加光速炮 300幾% 我覺得技能比較優越 也算是比較好的 第四招 我建議大家可以試一下 這招 7.5秒 冷卻時間 我自己也是主張 低CD 因為如果你 好像後面那些技 全部22秒 還要起手起那麼久 大家要留意 這個黑洞 起手起那麼久 人家都打死你了 所以 我有鍵及此 不如要CD快 而且也不用那麼厚 你升爆這招 這招技一樣有幾百%輸出 也一樣同 反而7.5秒之後 可以不斷用 我覺得是不錯的 這招技 最重要 當然是這招 能量釋放 一樣需要 PVP和PVE 因為他很吃體力 CAPTER MARVEL 用這招 一樣可以打幾隻 可以順便回復體力 還有 如果一開波 你不喜歡我 加防 你可以直接用光力過熱 光力過熱 這招技 可以直接打範圍 如果你本身已經夠防 當然是用這招 輸出清場 這招 我覺得 都可以用 我見大神都喜歡用 他們都未必會用 這招加防 但如果對無課來說 你很難站定定 因為人家都是打你的 如果你要防 這一招 有機會可以耐打 沒那麼容易被怪人瞄 看看你喜歡哪招 我這招 都想過 都是其中一些 比較大範圍的技能 其他那些 近戰不是不好的 不過我覺得 CAPTER MARVEL 都是用這些能量炮 射進去 就算了 你一下射進去 乾手正腳 射進去 像黑寡褲一樣 都很麻煩 好 我們今集就來到這裡 你見我都是喜歡用這些 遠距離的能量炮 打人 我覺得CAPTER MARVEL 也是厲害 因為近戰 近戰 我就覺得 差一點 因為如果 你賣到他身 之後 你的技能在CD 就是你賣身的技能 大家可以看看 他賣身的技能 這裡都40秒 我沒理由500% 用40秒打 是很厲害 但他的CD太久 我就不建議大家用這些技能 40秒 真的太誇張 我寧願大家 快靚正 用一下這些 7.5秒 這招都是17秒 17秒 我覺得都是用得過的 之後這些 12.5秒 CD比較快 清場 就容易一些 好 今集來到這裡 希望幫到大家 之後我會練完這隻CAPTER MARVEL 再跟大家分享 《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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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